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一早的时候 视察了富德公墓 以及这七名书云的状况 柯文哲呢就特别参观了 富德公墓区的树藏区 他就说了用环保最能够凸显 台北市是一个进步的城市 而目前台北市并没有那么多的山坡地 可以提供开发当做墓地 甚至连盖零鼓塔都很难了 所以未来会持续推广的是环保藏 另外也将推广是以米代金的方式 也就是说希望信徒未来到庙里拜拜的时候 可以用百米祈福来取代烧金纸 听完简报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大早就和市府人员及民众 挤上七名扫墓公车 要前往富德公墓墓区参加祭祀法会 祭祀完民众蜂涌上 往前抢着握手看来人气依旧不见 柯市长参加环保树葬园区 还有这项令他最好奇 除了宠物撒葬区园区还特别设置执行权骨灰 扫葬专区让柯文哲特别停下脚步 不过身为市长柯文哲也得熟悉园区状况 马上来个大会考 所以我们现在是每年三月到十一月各举办一场 所以请问总共有几场呢 对 我们手指应该够数啦 这能获得我们的限量小扑啊 是不是好大一个 好很早 柯市长搞笑回应但显然算数 还有带加强 参观完墓园 柯文哲也认为有几点带加强 我家在殡葬树啊 明年是不是用以米带金再推广啊 就是说 坦白讲那个金子 我们后来算一算 他们跟我说一年要烧掉好几百吨 所以这个减僵减金 这个还可以再更用力的推广 对于刚结束的东南亚考察之旅 柯文哲可是颇有感触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吵吵闹 其实在其他国家羡慕了一塌糊涂 因为他们根本就他们的记者好怪 都不像你们这跟鲨鱼一样 回答问题明显小心许多 毕竟屡屡失言搏上媒体版面 要再聘2018市长选举 谨慎发言才是上上策 欢迎向道路yards陈奕荣 特别报道 中文字幕——YK